我是王瑞瑤,現在人在山海樓吃飯 上的這一道是山海樓必點的山海豪華拼盤 我們請這位外廠幫我們介紹 從鮑魚開始 前面是用的達納鮑魚 達納是太亞族的辛香料 就是這個一顆一小顆的 鮑魚是我們台灣鮑 它吃起來會有凝紅草香氣 所以就是馬告嗎 馬告是珊瑚椒不一樣 又是不一樣的 是是是 好接下來是我們的手工香腸 手工香腸 我們用黑豬的豬肉 加了五香粉 外層是豬腸泥 那就搭配蒜片跟蒜頭這邊 我已經聞到它的香味了 接下來是我們三色棕捲 裡面有雞蛋黃、鴨蛋黃、皮蛋蛋白 外層是我們澎湖來的棕捲 那是單蒜用美乃滋 這道其實在山海樓剛開張的時候就很轟動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棕捲裡面塞了很多料 好像是三色蛋一樣的感覺 可是又不盡然 好緊接著下來呢 是我們放山古早雞 其實大家知道山海樓的老闆 就是齊名市籍 是來自永豐宇的有機生技 所以他們的雞一直都很厲害 所以這隻是古早雞 對,用什麼做吧 我們是經過師傅用甘蔗去煙燻 它本身的食材是來自我們 它在加南平原 因為它同樣的活動力 空間夠大 所以它皮比較薄 肉質比較Q彈 好,接下來這個 這是南陽平原的雞捲 我們加了醃過正黑豬的豬肝 外面是什麼皮? 我們是豆皮 豆皮 好,最中間的這個是一道豬心 可是這道很有情感 我們加了我們頂級的紅森 狀元紅 狀元紅 對,紅棗、黑棗 我聽說這個豬心 跟何宜家有關對不對? 對,我小時候我奶奶 請給我吃的菜 她遠遠的坐在這邊 是小時候她的奶奶 給她補腦用的 給她補身用的 我是王若瑤瑤瑤 在上海 拜